接下来的话,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综合练习 综合练习里面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动作 这边底下有提示 用e-day函数先做每个月的第一天 所以再来的话,插入函数 用e-day 哪一个日期?这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相差一个月 为什么相差一个月呢? 因为1月1号跟2月1号相差一个月 2月1号跟3月1号相差一个月 反正都相差一个月的第一天就对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相差一个天满 再来怎么样?宽度不足的 把3月到12月快点两下 选起来快点两下 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OK 1月1号到12月1号就产生了 所以第一步我们年历的话 需要先用e-day函数 产生2月到12月的第一天 再来底下的话要做什么? 再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下一天 那每个月的下一天的话 基本上就等于什么? 这一天怎么样? 加1 对,这样就OK了 格式带过来 然后向下填满 有没有 就有了 然后再向右填满 会不会就大功告成呢? 好像有 可是有几个地方不OK 哪些地方呢? 各位看一下 这边应该不能出现 这个有OK 所以只要是什么? 一个月不是31天的 都会多出什么? 多出一些东西 有没有? 31、31 这个9月就不OK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这几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当然呢 我如果希望把它去掉的话 OK 其实我同学说 去掉怎么去掉呢?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有其他方法 你给它按delete吧 不过其实我们主要不是按delete 而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你用公式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怎么要解决? 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刚刚是A2 把A2加1添嘛 向下向右 那可是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 判断什么呢? 如果A2加1的那个结果 如果它产生的那个月份不相同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不要产生这个东西 让它怎么样? 不要有东西 OK 如果我说有东西 当然就把它不要显示 所以如果不显示 这个就不见了 那其他也不显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各位可以想一下